州一聯合國安理會有關以哈停火的決議草案 首次獲得通過 該決議要求以色列和哈馬斯立即停火 並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 美國是在場安理會成員中唯一投下棄選票的國家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德表示 美國之所以沒有投贊成票 是因為美國不能同意決議中的所有內容 而且美國提出的一些關鍵性建議並未得到采納 包括譴責哈馬斯等內容 不過格林菲德強調 美國支持該項決議中的主要目標 同一天 以色列國防部長格朗特在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舉行會晤之前表示 在加薩仍有在壓人質的情況下 以色列無法停止對哈馬斯的戰鬥 周一以色列政府發言人表示 以色列將中指與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和救濟工程处在加薩地區的合作 指責該機構使衝突長期存在 聯合國近東工程處是中東地區最大的巴勒斯坦難民救助組織 今年初有情報披露 該組織中至少有12名員工參與了去年10月7日 哈馬斯針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 且有上萬名員工與恐怖組織有關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易靜綜合報導 conséqu訪 BHC 先接受了宣傳 9 3